整個書貸總銷售 只有1700元 Hammie的書加起來是2200元 Hammie的書加起來是2200元 加起來這3000多元 加起來這3000多元 就不夠我們平時幾天的生意間 因為他沒有了書 為什麼他沒有了書呢? 因為他不夠膽去拿 為什麼不夠膽去拿書呢? 因為他還書債給那個批判商 為什麼不夠膽去拿書呢? 因為他還書債給那個批判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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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環扣一環 我今天要入市 對祖國的支持 你先怎樣支持? 買股票 買什麼股票? 當然買 立刻買股票 買什麼股票 你先說來聽 等大家一起去 買一隻哈爾濱電器 還要買中資股? 當然啦 支持祖國 你的五毛藍絲有沒有我那麼支持? 五毛藍絲就是 在想走錢和走去哪裡 今天阿正呢 就買了這個什麼? 哈爾濱電器 哈爾濱電器 我用了我副身家 來表示我愛祖國 你何君耀行不行? 所以我經常說 說出營行不行? 我經常跟阿正說 我以前的老闆 我應該要跟那些伙計做錢 你這麼大小 你放在我身上 是 大躁成小 都說 老闆我想結婚 這樣嗎? 我是不是存了三十萬 在這裡 你結婚不要這麼大小 隨便去扔你村口 不要扔你幾圍 拿著兩千人去 我應該這樣 因為剛給了錢阿正 他就馬上去投入祖國 是 因為剛給了錢阿正 他就馬上去投入祖國 是 因為剛給了錢阿正 他就馬上去投入祖國 是 但是對的 你對祖國有信心 當然啦 頂著事 幫手頂著事 我也是 今天你收到一萬元了嗎? 我沒有去查 但我收到訊息 政府說 政府說入了一萬元的戶口 我有空要去查 我不太想上訊息 OK 本來今年應該會多些書賣 始終是書展 看書展的意思 就是 搞不成 但是限制地方 各樣事情 稍後 稍後 看看遲些會不會 將我們那些熱門書 慢慢插爆我們的書架 就是 營造一些文化氣息 OK 今年書展 我們除了自己 出版兩本書 一本就是台長那本 《香港攬炒之城》 另外一本就是 這個 《夏文義約上天蘭熙》 現在還在趕工 OK 之前因為印刷的問題 但是我們希望最快 在這個月底 就可以印好 因為現在都是 還沒有著落 誰幫我印 講完給大家聽清楚 所以 但是 Anyway 我們也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希望最快 月底 就可以搞定 那麼 有些朋友 就連同那本 就是 現在還未正式印好的 這本書 一起訂的 到時就可以一起拿 那麼 我們除了 我們自己出版兩本新書之外 我們 也都幫李懿 那本《香港覺醒》 在這裡代賣的 那麼 六月開始 在這裡代賣 短短一個月期間 大家上來拿書 都買了幾百本 你知道幾百本 是什麼概念嗎 這些書 如果你擺在那裡 那幾百本 可能要賣幾年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那幾百本 可能要賣幾年 你知道嗎 真的 不是開玩笑的 還有這些書 例如說 只有樓上書店那些 好像田園 樂文 那些會幫你賣 放在這裡賣之外 其他那些 你都不用指望 三宗商 現在是三宗商 三宗商 即是被共產黨控制了 整個香港的出版界 是嗎 它控制了 我們這些書 是永遠都進不去 這些書店做零售的 但是我們都不自在這些 一直以來 我們就是靠書展 靠年宵 那我們就 一般來說 買一本書就沒有問題 好彩的 那本書的內容 比較吸引人的 就是賣兩本書 是吧 一個書展 一個年宵 就已經搞定了 賣幾千本的 一本書可以賣幾千本 不是開玩笑的 是吧 你問一下那些政治家 香港的政治家出書那些 是吧 就是 印一千本 就五百本送給人 是吧 其他那些擺書局 是吧 若干年後 差不多退回了給你 退回六七成 給你 收回雞水那麼多錢 是吧 我們呢 我們就 真的 出書 賣書 是我們的其中一個收入 來的 就是支撐著我們 可以繼續下去 是其中一個收入來的 所以就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台長的那本呢 比去年印多了 因為去年那本 就是 直接在書展就賣光了 是吧 一版書 在書展就賣光了 所以 今年 我們就加印了 加印大禍 我 我就跟台長說 這次的版稅 你就想一下 真的 靠版稅吃飯 我死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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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我說 分分鐘 血本無歸 但不是的 如果大家都上來買 網購 我就不死得 現在 本來 本來 昨天 就是書展第一天 現在 我當他書展第二天 那 台長的那本書 都散了一點 這個禮拜 都散了 約我 也有一百幾十本 但不夠數 大哥 所以 大家就要 光顧 另外 剛才 我們做 宣傳那本 大家都看到 我們 何老鑑 老實說 他是我們廣播界的前輩 例如我自己做電台 鑑哥就是我們的老前輩 你說廣播佬 他也是老前輩 老前輩就是 比對現在的年輕人 好很多 不要說好很多 別說這些 新潮一點 不同一點 但是 我們聽開是聽這些 我們只聽這些 你看不記得 那時候沒有電視看的時候 在收音機說得很肉緊的 就是 盧鎮圈 大聲葉 接著是這個阿哥 說一說你也是廣播佬 蛤? 說一說你也是廣播佬 我不是 我那些客串廣播佬 然後電視 二十多年前 我跟阿奈 在無線 說這個 世界杯 捉腫杯 不是世界杯 捉腫杯那次 就是輸了食蕉那次 後來就去這個 無線 不是 去阿士 講過一屆世界杯 就是1998年 OK 接著在無線 不是 在有線 又講過一屆 OK 接著去這個無線 後來那個 那個收費台 又講過一屆 OK 講過三屆世界杯 那怎麼辦 是講波魯呢 不是客串 而已 收錢 跟他們這些專業 沒得比的 那這本書好看的 就是他有很多很珍貴的圖片 還有就是 講 即他 其實等於是 他 可以說是 半個香港廣播史的 是 傳記呢 可以當成一個 有興趣的朋友 那你可以上來鋪羅牌 或者在我們網上商店那裏 訂購都可以 OK 很簡單的 另外還有一套這樣的書 大哥 《逆權》系列 以及這個 《武廢之爆》 厲害 這些真的 這些我真的不懂得寫的 這些書很厲害 這些書名也很厲害 那麼 就是 Henry 和周顯合著的 那 還有 一位徐家健教授 那麼 逆權的 就有三本 那麼 逆權那個 就有講 這個 就是《逃犯條例》那個 另外就是講 去年的運動 對不對 那麼 還有就是 講這個 武肺 你用得武肺 OK 那麼 這四本 那麼大家 可以在網上訂購 也可以來我們這裡買的 這些是我們代賣的書 對不對 那麼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一下 那麼就是 廣告就賣完了 那